新冠病毒大流行给好莱坞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纽约和洛杉矶等美国主要城市的电影院依然关闭着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自从7月份电影院重新开放以来 中国票房激增 克里斯·芬顿是位于中国的DMG娱乐传媒集团的 前任电影部门董事长 他表示就算在新冠开始前 好莱坞就已经花费了多年的时间 努力进入中国市场 不过无论怎么小心翼翼的创作 和中国做生意总是存在着风险 迪斯尼对新电影《花木兰》寄予了厚望 过去好莱坞曾因为经常找白人演员来扮演亚裔角色而受到批评 《花木兰》的演出阵容以华人为绝大多数 包括了李连杰和甄子丹 《花木兰》的发行日期因为新冠疫情而被推迟 如今当这部电影终于在美国的线上和中国的影院里上映后 争议也随之引发 一些观众发现电影的一部分拍摄是在新疆完成的 片尾字幕中也感谢了当地政府机构 而中国被指控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穆斯林维吾尔族人 侵犯人权 此前扮演《花木兰》的华裔美国演员刘亦菲 于香港的反送中抗议期间 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香港警察的支持 从泰国到韩国再到美国 以及在社交媒体上 人们呼吁抵制这部电影 迪斯尼没有回应美国之音发出的询问 目前美国和中国关系紧张 纽约时报报道说 特朗普当局正考虑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制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 美国是利用人权作为借口 试图在新疆制造混乱 涉疆问题根本不是人权 民族 宗教问题 而是反暴恐 反分裂问题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没有任何权利 没有任何资格横加干涉 在这一系列争议发生后 路透社报道说 中国当局已经告诉国内的媒体 不要报道花木兰在中国的上映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 洛杉矶报道